涅槃金人 常为心思 不为私心 这两句话怎么说法呢 黄年老有解释 该私心自用 那行人大事 古时候读书人 就怕犯这个错误 私心自用 孔子也说 也说不 换为人私 孔子自己非常谦虚 恕而不足 幸而好苦 哪里敢成为 成人的老师 不敢 所以老师对学生 他什么态度 叫有生 有是朋友 我们志同道 在一个期研究学书 不敢讲指导 现在的话说 我们分享 都用平等的语气 但是学生对老师 一定尊重 尊私 重道 为什么尊私 是重道 而且也是表发 给一般大众 做最好的榜样 老师也要做最好的榜样 老师谦虚 你看看 孔子对人都谦虚 社家带人的情绪 没有一丝毫傲慢的气气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因此旺心 正是生死根本 常为心思 不为私心 这个心是旺心 不是真心 真心 不会有这个念头 真真胜忍 他们有这个念头 旺心是生死根本 但是 我们不为心情 我感到这个念头 我感到这种词 都会有什么 对 我感到这个念头 都会有什么 特别的 找人 是 我感到这个念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